有人在为堵车烦恼吗?或者有为抢火车票而苦恼的吗? 不知道大家和我是否有同样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够不受时间和距离约束 瞬间移动到想去的地点,就好比多莱埃梦的任意门 早上去广州悠闲的吃早茶,下午到伦敦安静的喂鸽子 晚上再到纽约疯狂的搞派对,就问你们羡不羡慕 然而这样的超能力就发生在一个15岁少年的身上 主角大卫是一个如路人甲般的高中生 平时没什么存在感,暗恋斑花米莉,了解到他喜欢巴黎的埃菲尔铁塔 专门买了个铁塔的水晶球,鼓起勇气给他送过去 米莉收到后脸上露出笑容,表示十分喜欢 不巧的是,让笑霸马克看到两人在一起 为人嚣张霸道的他一把就将水晶球躲过来 嘲笑大卫像个娘娘枪,接着就丢到了结冰的湖面上 大卫很生气,但他打不过对方,只能默默去捡水晶球 没走两步,冰面突然裂开 大卫一下子就掉入冰冷的湖水里,他不会游泳 米莉见到后大声求救 大卫挣扎了几下,以为自己要完蛋 一转眼,他竟浑身湿透出现在图书馆 发现自己没事,一脸懵地回到了家 他的家庭很糟糕,母亲在大卫五岁时离家出走 父亲恃久成性,一眼不合就喜欢打人 今天看儿子成了落汤鸡,气不打一出来 觉得一定是在外惹事了,准备教训孩子 大卫赶忙跑回房间躲起来,害怕地发抖 父亲紧追起后,一脚拆开房门 打开的瞬间一阵风吹过,儿子竟不在房间内 原来大卫再次回到图书馆 他察觉一切不是偶然,再次实验 发现他竟然可以瞬间移动 认为自己掌握了超能力 于是内心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瞬间回家拿走攒下的钱 然后离家出走 米莉以为大卫遇难而痛哭 当他发现家中的鞦韆上放着水晶球 意识到大卫没有死,止住眼泪放下心来 大卫来到了心心念念的大城市纽约 青年旅社住下 在空无一人的公园里训练自己的超能力 几次尝试后 明白只要脑海里想象出要去的地点 就可以瞬间到那里 这个地方不一定是去过的地方 看过照片的也可以 根据这个原则 他不断练习 最后熟练掌握了超能力 现在的第一要务是有钱 于是他大着胆子 瞬移到银行金库 搜刮了几袋子钞票 得手后的他刑犯不已 一转眼五年时间过去了 大卫已经是个财富自由的优秀青年 住在曼哈顿中心的高级公寓 现在的生活可谓是如鱼得水 世界各地随意到达 一会儿在伦敦大本中的表盘上 一会儿来到马尔代夫的海面上 饿了就买份肯德基 在埃及的尸身人面像上享受一番 给隔壁木乃伊都惨哭了 就说这种超能力谁不想拥有呢 如此潇洒自如的生活 马上就要迎来转折 画面来到一处热带丛林 这里发生了斗争 只见一个全副武装的白发男子 手持电棍用力一轮 打在年轻人身上最后再捅了一刀 白发男属于一个游侠组织 名叫罗兰 他的任务就是寻找跳跃者并杀死 所谓的跳跃者就是拥有瞬间移动的异能者 原来大卫不是唯一会瞬移的人 罗兰对于这样的超能力十分不满 他的名言是这是上帝的能力 儿童凡人不配拥有 结束这次追捕后 罗兰收到了一个电话 说又发现了一个跳跃者 就是大卫 于是抓紧时间前往其住处 大卫回到家 发现有人等着自己 起初以为是警察发现了他的能力 便假装演戏 打算蒙混过去 罗兰确认眼前的人就是大卫 没说几句话 就用电棍砸过去 大卫本想瞬移逃开 发现自己的能力失灵 并且被对方的电线缠住 原来游侠配备的电棍 是专门用来对付跳跃者的 组织发现他们在使用能力时 会产生电流痕迹 经过多年的研究 制造出这样的武器 阻止跳跃者使用超能力 大卫拼借全力挣脱 逃到一个房间 马克这时又把目标 转移到米利身上 开始一顿调戏 大卫不是曾经的懦弱少年了 和马克大打出手 两人撕打在一起 最后趁着没人 大卫把他顺移到了其他地方 吓得马克求饶 大卫都一起来 却发现跳跃者可以携带一个人同时顺移 独自回到酒吧和米利继续聊天 大卫还是喜欢他 两人的感情逐渐升温 最后顺利成章在一起 大卫带着米利四处游玩 这天来到罗马斗数场 他们打算跑得近区观赏 大卫顺移到内部 打算从里面开门 却在此处发现了另一个跳跃者 格里芬 对方警告他闯了大祸 暴露太多行踪 就在这时两个游侠出现 大卫想着赶紧跑 不过格里芬身手十分灵活 举下就把游侠制服 随即用顺移离开 大卫也跟了过去 打斗声惊动了工作人员 叫来警察 格里芬是个老手 了解非常多的事情 他告诉大卫 跳跃者顺移时会产生空间裂缝 他们可以互相掩着裂缝移动 大卫想起米粒还在斗树场 赶紧回去找人 刚带着米粒走出警区 就被警察带走盘问 因为在监控看到两人出现在禁区 便抓来询问情况 好在没有造成损失 警察说去了解女孩的情况 离开了办公室 大卫独自留下等结果 这时进来一个女人 竟是消失多年的母亲 她叮嘱儿子赶紧逃 并尽快甩掉那个女孩 接着转身就走 大卫追了出去 妈妈拐了个弯就不见了 负责这起案件的警察回来 以为犯人要逃走 大卫干脆带着警察跳跃到了埃及 然后回来带着米粒赶到机场 让他先回美国 自己在这边上后 大卫前去找万事通格里芬了解一些情况 从对方口中得知 跳跃者还有很多 几百年来游侠都在追杀他们 现在大卫无处可去 想到了老家 便瞬移回去 发现家里一片狼藉 父亲倒在地上昏迷不醒 他赶忙将人送去医院 可惜为时一万 察觉有人出卖自己 第一个想到了马克 得知对方在监狱 立马过去质问 确认了是罗兰过来灭口 大卫怒气冲天 再次找到格里芬寻求合作 被对方一口回绝 大卫没有轻易放弃 死缠烂打 追着格里芬 希望对方答应 最终两人联手 格里芬告诉他 如果熟练技能 甚至可以移动大型物体 大卫去找已经回来美国的米粒 认为罗兰会对他下手 还没来得及和米粒解释 楼下传来车声 是罗兰追来了 没时间解释太多 拉起米粒 直接顺移到格里芬的家 在撒哈拉的中央 果然够安全 格里芬得知 大卫带着女友过来 慌忙说大事不妙 了解到游侠那儿 有了一种新机器 能把空间裂缝 维持一段时间 也就是说 罗兰可以利用机器 顺移到这里 话音刚落 罗兰就出现在房间里 射出一个电网 把大卫抓住 正想动手杀人 格里芬赶忙出手相助 传送来一个双层大巴 攻击罗兰 将其逼退回米粒的家 并顺手带走了新机器 米粒拿着钳子 过去帮大卫剪断电网 三人以为战斗结束 没想到 罗兰趁着空间裂缝 完全消失前 用绳索勾住了米粒 将其抓回了美国 大卫准备去解救女友 叫上格里芬帮忙 但对方只想找罗兰 报杀父之仇 打算拿炸弹过去做个了结 大卫觉得这样 会牵连自己的女友 趁机偷走了炸弹 格里芬察觉后 立马跟上 两人你追我打 双方利用瞬移 在不同场景闪过 最后大卫设计 把格里芬压在高压电架下 独自前往米粒的家 罗兰在此恭候多时 就等着大卫自投罗网 面对敌人 大卫想到 只要集中意念 可以瞬移大型物体 于是抱住米粒 只见他紧闭双眼 将房间和人 一并瞬移到图书馆 接着他和罗兰单打独斗 将其带到了 科罗拉多大峡谷 最终他摆脱了游侠的追捕 后来大卫得知了母亲的消息 前往其家中 见到了母亲和同母义父的妹妹 了解到 当年并不是母亲 狠心抛弃了父子俩 而是因为他作为游侠的一份子 需要对跳跃者进行制裁 可自己的儿子 竟然就是其中之一 为了保护大卫 无奈选择离开 大卫知道母亲是爱着自己的 内心多年的心结终于打开 电影最后 大卫和米粒牵手 开始幸福生活 这部科幻电影 是2008年上映的 可以说影片是脑洞大开 其中还有些宗教意味 不能细究他们瞬移的原理 对于超能力者 不像其他片子里的那种一味崇拜 而是觉得造成了威胁 这个角度倒是挺有意思 该说不说 男主也蛮帅气的 瞬移到世界各地的画面 确实让人眼花缭乱 影片很像日本动画中 拯救世界的主人公 这类型的片子 大都是少年当主角 咱就是说 还得是看年轻一代创造奇迹啊 看完电影 希望得到同款超能力 不知各位最想得到的超能力 是什么呢 了 会